作为学习架子骨的第一节课 我们需要知道在我们面前 或者还没有从包里拿出来的骨 它们该如何摆放 还记得我最开始学骨了那会 我老师的骨摆的位置 和我在旁边骨房里面练习用的骨 摆得就很不一样 我一度以为它们摆错了 为什么这边少了个通 怎么钉钉铲的位置那么低 这个多出来的军骨是干嘛用的 这是给我喝水用的吗 所以了解架子骨怎么摆 怎么安装 是真的很重要 并且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骨组摆放 别到了最后演出有人问你 你怎么少一个骨啊 我看上一个骨手这么摆 我就这么摆 工作人员 你可以过来看一下嘛 就是我这个彩钞怎么打不出来 开钞谁 所以我将会提供一些 架子骨的安装和摆放中的建议 帮助你们能快速开始安装 摆放架子骨 这些建议不管是对原生骨 还是电子骨都是通用的 那说到架子骨怎么摆 这就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不过所有你们关注的骨手 在摆架子骨的时候 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能让他们在演出的时候 演奏得非常的自然 你应该没有看到所有骨都离得很近 打起来像是藏着椰子的感觉吧 这是我们一定要留心的 骨主摆得太紧密 一动中我们的身体就会太过紧张 导致演奏的时候手脚放不开 出现很多奇怪别扭的姿势 而实际上 演奏架子骨不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是很放松的嘛 不是嘛 所以赶紧让我们进入到下面的课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